祝梦珠江展翅飞翔 8月27日,为期两个月的《祝梦珠江展翅飞翔》 2021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在广州圆满结束 27日上午,实习活动结业典礼通过视频年限方式举行 台湾大学生的实际生活以Vlog形式在结业典礼现场播放 来自靖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等8所高校的50多名台湾大学生 参加了此次线上结业典礼 他们分别在金融证券、生物医药、汽车制造、互联网等行业的40余家知名企事业单位及科研院所进行实习锻炼 出入社会体验工作的他们将课本上的理论颁到了工作中 通过近两个月的实习,他们也有了自己的收获和心得体会 在这一个半月的实习活动中呢 我们也是从大学走入到社会的一个过程 能更好的去融入到这个社会 提前去学习到社会中的各种生活的知识以及职场上的技能 在本次实习体验活动中 广州市台湾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和各企业 为台湾学子们提供了非常多工作生活上的帮助 让他们更好融入广州的工作生活当中 我觉得广州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好的城市 它不管是在对当地的百姓或者是我们这些外来的人口都好 都是一个非常友善亲和的,有包容性的 我们的主办方,那我觉得这个方面是让我最感动的 因为他们能帮你们更好的去处理你这方面的问题 那你可以无忧无虑地去做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了 除了在工作生活上得到实质性的帮助 台湾大学生还从文化精神层面对大陆开展多方位了解 在广州实习的两个月期间 台湾大学生参加里南文化之旅 通过到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星亥革命纪念馆,广州市城市规划展览中心等参访交流 深入感受里南文化,进而感悟两岸文化的血脉相成 通过这种一次实习多途径了解的模式 在广州实习的学生在这个假期 对其实习的单位和大陆就业环境 有了初步的认识 所以我们除了安排在实习之间的活动 我们也会带同学们去走广州的中轴线 了解岭南文化 那除了了解广州的现代化 也会回到北京陆步行街的 去了解广州的传统文化 看看要从古道经广州的整体发展规划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还是在于对台湾学生 因为我们去参观了辛亥革命纪念馆 和我们的黄埔军校 那是一段历史应该被我们所铭记所记的 我们新一代年轻人 很少人会去再关注这个历史了 我觉得这次活动最好的意义 就是让我们重新去铭记历史 让我们铭记历史 所给我们所带来的教训 目前有一些学生已经和实习的企业 签署了工作合约 这些学生想要在毕业之后来广州工作 对他们来说大陆的潜力无限 机会也是无限的 在大陆工作能够让自己在快节奏的 现代生活中更具有竞争力 因为我们这次通过企业回访 就是明确跟现在的实际企业 以及我们回访的企业达成了一个合作 未来企业的招聘讯息 会也通过我们服务中心 去对我们的台湾学生 以及台湾青年做发布 同时我们也跟台湾学生 跟青年有沟通过 未来我们也会随时讨本去做投递简历 以及相关的企业约面 有几家公司都已经表现出了强烈的意愿 那像大型美术馆那边 已经帮同学举办了私人画展 那他也是艺术专业 刚好在大型美术馆里面工作 所以他们已经有达成共识 想要长期留下来了 应该是会留在大陆的 因为我觉得大陆的机会更多一些 毕业之后呢 我打算继续在广州深造 然后未来就业呢 也会继续选择在广州这边 因为目前越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前景非常好 我个人也是有意愿说 在毕业之后留在广州 继续实习继续工作 因为这里的发展前景是无限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